现在咖啡市场可以说是蓬勃发展 根据统计台湾的咖啡一年将近有400亿的商机 很多人都会约朋友去喝咖啡聊是非 包括近几年快速崛起的超商卖的咖啡 还有连锁店的咖啡就已经吃掉了将近六成市场 而东森新闻热血主播今天找到了一家老牌咖啡厅 面对咖啡市场的竞争 到底这一些咖啡厅必须要做出什么样的口碑 才能够跟这些素食咖啡来一较高下呢 带你来了解 你好面熟 热血主播你也来喝咖啡 再忙也要喝杯咖啡 好好喝 没错 喝咖啡也要找个灯光美气氛家 这家23年咖啡老店最厉害就是这个 冰滴咖啡 它有点像冷泡茶的概念 就直接就是冰水冰块 然后直接滴 滴下来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的浸泡 这咖啡一滴一滴好费功 制作的过程需要32小时 还有这怪壶可是正殿之宝 比利时来的这壶煮的咖啡可是口感香醇 这个味道有点 稍微有点炭炭的味道 炭火的味道 对不对 就是有一半是重烘焙 重烘焙 所以也会有炭味 叫炭烧 炭烧 台湾的咖啡市场一年有400亿的商机 超商的咖啡就占了两成五 连锁咖啡店也吃掉了三成市场 别忘记还有灌装咖啡 我们现在就常叫手工 然后非常的自家烘焙 就是自己烘焙 然后维持那个新鲜度 自己烘焙咖啡豆控制品质 再和客人拌干井 独立咖啡厅要抢咖啡商机 可要用尽心机 端新闻军开陈泰又在 泰报导